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随着指纹锁出来以后 钥匙不怎么带了 那随着移动支付出来以后 钱包也不怎么带了 接下去是不是说咱们的身份证也可以不用带了呢 那本周二的时候 支付宝全国通用版电子身份证 就已经开始在福州 杭州等三个城市来试点启用 那身份证都电子化了 是不是以后其他的很多的证件都可以朝电子化方向发展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随身带这些证件了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 欢迎您通过互动密台 一起来参与节目讨论 同时您将有机会获得由门窗幕墙五级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就是电子身份证目前可以在哪里去使用 由公安部认证的居民身份证网上功能凭证首次亮相支付宝 并在渠州市行政服务中心杭州瑞沃智慧酒店和福州汽车北站启用试点 三地分别挑选了政务办事 酒店入住和买车票 这三个老百姓常会碰到的生活场景进行试点 想要电子身份证只需打开支付宝在卡包选项中的证件栏 根据提示完成刷脸等相关身份认证证明是本人即可 使用时可以打开网证二维码通过扫一扫证明自己的身份 电子身份证我们简称它网证 那现在开始试点在用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这些证件电子化发展 咱们都会用这种电子身份证或者其他的证件了 应该说是个大事所需 就像科幻电影里面所看到的一枚芯片走天下 迟早有一天会实现 那就现在这个节点上我个人是谨慎地期待 一方面是现在试点的地方还不多 还没有办法完全地替代实体证件 它没有办法去完全提高的这种便利性 我还是同时需要带证件同时需要带手机 所以先暂时吃观望的态度 因为实际上这个身份证件电子化 这是我们已经在开始在做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的第二代身份证实际上也是一个电子化的证件 对我们现在比方说买票也读卡 能够把你信息读出来 证明它已经电子化了 那现在网证无非就是把这个实体 跟我们这个手机再捆绑在一起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害怕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是我们肯定是要前面说的 我们肯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而且我们所有的证件 从历史上发展下来 我们都是向着更安全更方便更容易携带去发展 你看在古代的时候 当官的用的是应洗 当菜的用的是腰排 到了后来呢 我们后来原来都用户口本 没有身份证用户口本 那一代身份证 二代身份证 那现在随着我们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电子化越来普及的化程度越来越高 我觉得电子身份证未来不一定 就是也有可能是说 可能在五十年以后 或者几十年以后 完全取代实体证都有可能性 好的 杜鲁凯 我个人是觉得 我非常期待这种四规一的最终这种现象出现 四规一 对 就是你刚才讲的伸手要钱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钱跟钥匙 基本上现在可以不用随身带了 你有密码锁 你有支付宝 你有微信 完了之后 现在就是这个身份证 倒不是说这个东西能给我带来多大的便利性 就是说它可以防止我去走很多的弯论 因为我曾经丢过身份证 我也深深能够感受到 当时丢了身份证 给我带来多么的不方便 那现在其实我丢手机的概率相对来说会小很多 但是丢身份证的时候 我要去跑 补办 我就不知道跑了多少趟 更不要说它给我出行的时候带来的一些不便利 因为你坐动车 上飞机 全部都是要身份证 那如果说现在能有这个电子身份证 我觉得我会举双手欢迎 而且我会第一时间去使用 好的 这个证件电子化 是不是意味着会去证件化 也就是当你有了所谓的网证 没有可以不用实体这种证件本文的时候 是不是干脆连这些本都不用了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进一步了解 把证件录入手机里 电子身份证并未拔得头筹 在此之前 驾照 居住证 社保卡等个人证件 在一些地区都已实现电子化 那么证件电子化了之后 证件本文是否将成为历史 去年5月 江苏延城推出微信电子驾驶证后 54.7%的受访者觉得 有了电子驾驶证后 不必再携带实体证件 但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 董宝田认为 首先要有实体证件 才能申领电子证件 一定要杜绝无证便有证的情况 渠州市公安局相关人员也表示 身份证等证件的法定性 是不容置疑的 网证不能替代实体身份证 好 如果大家关心这个个人证件 电子化 可能也就在想 既然都在网上了 既然在手机一打开 你就能够看到 我的身份证信息了 是不是说以后 干脆就不用发这个实体证 就直接 咱们把网上的 手机上的证 调出来不就可以了吗 再倾听 何律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觉得 越是严肃性的证件 使用的人数越多 你越要充分的保证所有的群体 使用它的便捷性 就好比如说 可能早上零几年的时候 火车票就能很方便的 网上购物 购票 但是仍然火车站还是保留了 这个现场购票的窗口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大的这个农民工群体 或者很多人 他没有使用这种 线上购票的习惯 他没有接触到这些 新兴发展起来的便捷的方式 所以仍然要为他们保留渠道 那又好像我们的移动支付这么的普及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习惯 就是使用纸币 那你人民币的这个合法性 也是不可动摇的 不可能用一红支付 完全的取代纸币的存在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虽然说 丢手机的概率 可能比丢证件的概率来得低一些 但是我们开车出门 必须要是带驾驶证 出门必须要带身份证 这个是每个人 目前已经更深蒂固的 一个你的法定的义务 但是如果你把它 网证化了之后 是不是你还牢牢记着 我出门一定要带手机呢 不不不 这个东西我是真的吃过亏 尤其是驾驶证的事情 因为驾驶证 我们都是随车在放的 随车在放 但是我那天确实是换了个车 然后就碰到警察林姐 他就告诉我 没有带驾驶证 然后就扣了我一分 扣一分 扣一分 对 也没有罚款 但是我就觉得很冤 不是说你刷我身份证 你就可以知道 我的那个电子驾照吗 然后就可以知道 我的驾驶证信息了 但是当时那个教授说 你没有带证件 就是要扣分 那我想如果说我有手机 我肯定是随身带的 那我有手机 我想我那一分 是完全不用去扣的 如果说真的就是 网证 这个驾驶证 也在手机里面 那要看咱们的相应的 法规是不是要改动 所以我们大家都觉得 证件太多了 希望把多证能够合一 实际上我们这个网证的 优势就是什么呢 我不需要带那么多证件 我带一部手机就足够了 但是说实际会取消到 我觉得短期内是不可能 我预测是50年以后 因为什么呢 这一代人更新换代过了 下一代人就是完全生活 在电子时代的人 可以讲我们的下一代 已经生活在电子时代了 他们对这个东西 没有排斥感 就像前面说的那样子 我们一定不能有排他性 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中国智能手机 用了很多吧 2016年的我们的数据说 中国人的智能手机 使用率58% 高于世界全球43%的标准 但尽管如此 我觉得这个里面 有很大水分 因为什么呢 很多老年人拿着智能手机 实际上是当普通电话在打的 他打电话的时候 还掏电话本出来 我查一下 你二估电话多少 还有这样的人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可能说 所有马上证件 都全部电子化了 只是说慢慢的 在场景中逐步实现以后 可能真的下一代人 或者下下一代人 就完全电子化了 好 我们来看看在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参与的情况 何风细雨说 电子化会给人带来 很多方便之处 但肯定也会带来危险 这个危险 不知道它指什么 也许它是认为 在手机里面的这种 电子身份证 会不会安全性比较差 拔剑四顾说 电子化应是大势所趋 尽快完善前期设计 提高防伪技术含量 才是正道 还有人说科技的进步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是的 是的 这个就像我们现在 不太用钱包是一样的 正在改变我们的一些 生活的一些习惯 好 那各位 就是是不是说 我们如果有了这种 电子化的各种证件 那么它是不是在任何场景下 它都可以使用 而可以不用 这个实物的证件了 听你实力 我觉得我们证件的最大的功能 就是要证实你的身份是谁 对吧 那就是说它具备有一个唯一性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防伪性 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便携性 这三个都要具备 那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网证 在很多程度上 真的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可能大家最担心的 就是它的安全性的问题 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讲 那实际上我觉得 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情况下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日常生活中 会经常用到的 但是又不会发生这种 对你的这个怎么说 发生特别大影响的那种场景 我觉得都可以 比方说像电子的驾驶证 我特别特别的期待 我真的有的时候 真的有时候开车就忘记带驾驶证了 有时候真的 就是你现在开了这辆车 对对对 或者有时候驾驶证放在钱包里面 然后你出门没带钱包 现在我们出门带钱包的概率 非常非常低 所以我就希望 有些这种事情实际上无伤大 我们有时候 就像土耳达前面出车的 我就希望 有时候我报四分针号 你都能查得到我有没有驾照 你必须一定要我强调 有没有带到驾照的身份呢 但是我带到驾照 就是因为我是安全行车的吗 也没有这个道理 对不对 看来驾照倒是应该更先一步 应该是先一步的电子化 做成网上电子化 是不是 来听听 杜凯 那这个本身场景的话 我们先不要去看说 期待说未来这个电子身份证的事情 我们就看银行卡 这个银行卡指的是这种 类似于像Apple Pay 华为Pay 小米Pay这一种 其实当时的话 我们现在手机里面 大多数人 其实手机里面 是装了这个东西存在的 也就是说这个银行卡 理论上来讲 你已经 但是目前其实很多商家 他可以接受你的支付宝 可以接受你的微信 但是Apple Pay 小米Pay 这些东西 它的同步设施设备 是没有到位的 也就是说你本身在使用上面 你是手机里面虽然装了 但是你在实体电用的时候 你这些场景 你是使用不开来的 对 这个就是说本身对于硬件设备 这一块会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好的 我觉得如果是一时住行 日常生活 应该是可以使用这些网站的 但是如果涉及到一些国家安全 比如说需要更严格的 审核你这个人的身份 涉及到一些公共安全的领域 比如说你机场的安检 比如说你上一些这个动车的安检 我觉得还是需要有实体的证件 更加安全 更加真实 是这个意思吗 至少在目前我的意思是说 从技术的角度 可能还没有成熟到 可以直接就相信技术的这种安全性 比如说你是否会有出现黑客入侵的情况 你的这个系统里面 你的人脸可能被替代掉 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你实体的证件也可能会被人作假 咱们也看过很多电影 不是经常这个护照 人家也是作假 还是一样照样能过 那相对到底是 这个咱们技术人员分析一下 到底哪一个其实更不容易被假冒一些 我倒觉得网站的安全性 可能会更高一些 因为它的这个识别的这种程序 包括指纹认证 包括这个人脸识别 到我们现在的 尤其是我们人脸识别这一块 已经到了这个银行金融级的这种要求了 就是我们国内在人脸识别这个技术上 确实是比较领先 你看你现在去银行里面 去办理那个账户的时候 都会对着那个机器说 笑一下把外头 实际上都是在做这个人脸识别的工作 证明是真人 因为原来我们都知道吧 你银行卡掉了 一下子 怎么多了好几张信任卡的账单出来了 对不对 现在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我的感觉是 如果是机器识别的话 但凡相互匹配 就会轻易地放行 就没有任何的警惕性 但是你如果是真人验证的话 会有可能出于人的这种紧张的心态 看出端倪的 那说不定机器认得更准一点也难说 我们现场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继续来探讨今天的话题 2018军事科技轻轻华来了 歼31 歼15 99A出战坦克 一龙无人机等仿真重器 全国首发 更有辽能舰内部威尔体验 虚拟跳伞 飞行器模拟驾驶 95式机枪实感射击 燃爆体验 4月20日至23日 坐标会战中心 门票轻车预售 先抢先得 线上购票 公众号蓝店 侠侣亲子游 游乐网 线下购票 游政各支局网点 身份证装入支付宝 手机即可证明我是我 证件电子化是否是大势所需 证件本门是否会退出历史舞台 个人信息安全能否有保障 TV Talk 欢迎两件 个人证件电子化 您期待吗 好 回到正在直播的TV Talk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 个人证件电子化 您是不是期待呢 好 说到这个 期待证件电子化 很多人不太了解的话 就比较担忧 它的安全性 是不是足够的有保障 那实际上 就是除了使用电子化的证件 它的方便性之外 那么在推出这个证件的时候 它的一个初衷 就是为了解决 伪造仿貌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支付宝方面称 如果手机丢了 别人想要用你的网证 得先通过手机密码 加支付宝登录密码 打开你的支付宝 再通过指纹验证 加刷脸验证 打开网证二维码 总共四关 当前支付宝人脸识别技术的准确率 能达到99.99% 因而被冒用的可能性极低 微信则是借助腾讯优图团队的人脸识别技术 提供一套基于人脸识别的比对系统 用户将录制的自拍视频 传回公安内网之后 人脸图像系统做完比对 直接输出结果 从而保证身份证信息和真人的绑定 但调查中仍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 担心个人信息的泄露以及被人伪造虚假网证 何律师是不是就是这个超过半数的人还在担心 就是到底是人在检查证件的时候容易识别他的假冒 还是说这个网上或者是机器来识别的时候 更容易查出他的假冒 我的担心来自虽然支付宝说需要经过这么一重两重三重四重认识 四关 是 但是实际上有些人手机没有设备嘛 而且一键打开支付宝 甚至如果不法分子就在你的旁边 拿着你的手 那对着你的脸 他是不是就能够轻易地使用你的证件了呢 这始终担心是存在 第二个 但凡是这些平台推出来的新的产品 我都会习惯性地去看一下他的这个用户的使用声明 在他的声明里面都明确写了说 如果是出于黑客入侵啊 什么系统受到损害啊 这些电缆受损啊等等 等等一系列意外的因素 导致你遭受的损失 他是不承担责任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这个提供服务的这一方 他自身也预见到了可能存在这些风险的可能性 要求你进行一个免责的这个承诺 那么至少在现阶段 我觉得刚一个产品新推出的时候 我还是会谨慎地观望的 还是谨慎观望 特别是怕比如说因为使用了 或者被黑客侵入 然后使你这个跟你信用卡 不是跟你这个身份证绑定的那些财产 如果失去的话 这可能是最担心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在于现阶段 我们这个网证对于我们而言 实际上就是一个身份证的复印件而已 只是说便于更便于识别 然后呢也便于更便于认证 大家很担心的 就是说接入到这个第三方平台这个事情 我倒觉得并不是那么的可怕 因为什么呢 他最后的数据的接口 全部通过加密以后传到了这个公安部 由公安部那边进行数据处理以后 比如说我这个数据风暴发过去 公安部那边把它解开以后 然后他再来认证你是否是本人 然后再传回来 认证了就打开这个门了 就是说开门的人并不是说是支付宝 或者说是微信 而是公安部那一关 所以他官口在后面 所以大家也不用去太过于担心 但是刚刚前面说的呢 我们的律师说的那样子 我们确实存在这种黑客这种风险 或者是说被你的系统被人家攻击了 或者有的这种风险谁也排除不了 就是说我们还是说比较谨慎的态度吧 就是说你现在 现在我们科技这个阶段 然后道高一史博高一仗也好 我们是应该把它拿了去做什么 你应该自己心里有数 你不能说我把这个去 我就好像 你不能说我因为我现在用网证了 我就把它全部把它公开在外面 这个我们要对自己的安全信息也要负责 就是说我应该把它放到什么样的场景 比如说前面说的我们坐飞机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人脸来识别你的这个项目 的话顶多能够出50% 但机器刚刚前面说了99% 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怕什么呢 你坏人才会害怕 才会拿出传统身份证来说 希望能够模控过关 对不对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害怕 而且接入到微信 接入到支付宝 这是一种用户思维 就是说考虑到微信和支付宝 是大家使用最多的两个软件 它的客户赚养率最高 也避免了我们的重复投资和浪费 我想很多人可能担忧它的安全性 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根据之前出现的一些问题 包括你的银行卡 你的身份证 曾经在哪里亮过相 比如说你通过中介去卖个房子 或者说你拿出去用你的身份证 去办过信用卡 被相应的这样一些机构 把你的个人信息给转卖出去了 这种泄漏 跟我们现在说的证件 这个电子化的泄漏 是不是完全不是一码事情 比如说那种的 就是它能把你的信息 就保存在自己的数据网里面 而现在这种电子化的证件 就不是保存在平台的数据库里 对它没有保存在平台上面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微信和支付宝 都要去做这个事情 他们更在乎的 不是说你的这个身份证 而是说在于它的揭入场景 他希望你能跟他的服务 多结合在一起 他通过其他的服务来赚钱 而不是说我在乎 你的这个身份证的信息有多重要 我们很担心我们的这个ID 被人家知道 就身份证的这个信息让人知道 现在我们都说了 人家都已经辟谣了 你身份证现在丢给别人 付信用丢给别人 帮你办不了银行卡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对不对 其实我也一直觉得 现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 说简单一点 只能叫做去证件随身化 仅此而已 并不是表示说 你真的现在这些证件 统统不要了 这里面还存在一个说 证主跟一个备胎的问题 其实你的手机里面 所有的东西 讲白一点 只是一个备胎 但是你的实体证件 全部都是在的 也就是说 当你的手机用不了的时候 你的正规的证件 你还是要拿出来用 但是如果你的正规的证件 没有了 我就很怀疑你现在自己 也就是说 如果你正规的证件 不能使用的情况下 你手机里面的这个东西 还能不能用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可能更要去值得 应该还是有效的吧 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你如果说 这里面就存在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想换证 是否能够持续同步 对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 身份证临界到期了 有一个月的换证期 那这个东西 比如说冷点照片 照片是一定要重新去拍的 你手机上的照片 跟后台的照片 能不能同时 包括你使用的商家这种场景 你能不能同时去进行一个更新 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更要去考量 有人也担心 就是说 如果是像支付宝 微信 他们作为商业 商业的这样一个机构 来做这样的平台 感觉比较担忧 那是不是说 由政府来搭建这样的平台 才不会有这种安全的担忧 如果说我们仅考虑安全这个问题 专线是最安全的 你不跟互联网打交道 你这个都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 高级别的安全应用 一定是专线介入 因为什么呢 我跟你互联网都是分开的 那这样也肯定是安全了 因为点对点式的嘛 你除了黑客破坏以外 其他都是安全的 就是我们担心的这个地方 我觉得有点过分的 去考虑到这个安全的因素 生怕自己的信息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应用的场景 我刚才想 因为有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也有 像我有习惯 我把我的身份证照片 放到我的手机里面 为什么有的时候 可能去出事 人家虽然带身份证 没带 你直接给人看一下 你看确实有 但是很多情况 这不行 人家一定要身份证 这个时候网上就写作用 因为它跟身份证的 这个复印件 起到同样的作用 我觉得就会发挥作用了 主要是我们过去 受到太多伤害 尤其是我留意到 它这个复杂审核过程 仅仅是你这个使用者 打开你的这个证件的过程 要扫描 但是对方是怎么验证的呢 是你出示你证件的二维码 他扫一下 他并不审核你人 跟证件相符的这个过程 那么由我们过去的这些 这个支付的二维码呀 这种商家收款的二维码 频繁的泄漏 或者被替代的这个过程 我就担心啊 我担心我 虽然我打开的过程 能证明是我 但是我证件上相应的 这个二维码 会不会出现泄漏的情况呢 别人是不是拿着 我二维码一扫描 就知道我证件的 或者把它替换 把它修改 是不是 当然这个都是在 担心当中 所以有三个城市 先在三个不同的场景 来进行一个试点的使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发表的看法 风中雨 这个雨中风声说 电子身份证是时代的发展趋势 但尚需法律给予规范 个人认为实体身份证 目前呢 还是有存在的必要的 好 那各位认为就是 咱们在试点当中 接下去如果要推广发展 各位觉得哪些方面是需要 能够进一步去完善改进的 来听听 杜凯 这个其实最终 还是归纳到三个方面 一个是一个场景的通用化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 就拿着一个手机 是不是吃多拉撒一条龙 全部能够实现 我要的这个功能 当然它是应该逐步推进的 对 也就是说一个场景的通用化 最终还有一个验证的便利化 因为现在我们本身 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经常会发现 我在这家可以用 在那家不能用 这家可以用支付宝 但是那一家仅限于微信 因为支付宝跟微信 本身他们就是属于一个 对立面 从某种意义上来 他们自己是竞争对手 也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东西 能不能相互做到融通 这也是一个单线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最终的一个 信息同步化的问题 好的 实际上我也是担心的是 我们这个公共服务的能力 跟我们这个技术 是否相匹配 我觉得我们网证以后的发展方向 实际上是跟我们的 这个国内现在电子政务 越来越发达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很多人去办事的时候 更多时候是要去办一些 政府工作机关去办事 比方说你到那个政务中心 办事的时候 需要提供你的证件 所以我们现在电子政务 也越来越发达的时候 就是我们以后网证的应用 更多可能是在网上 在线上 而不是在线下 所以它的一个试点 其中之一就是在行政 对对对 行政这一块 这一块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块 就是说我们希望 我们的这个公共服务能力 能够我们的技术相匹配 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便利 就是及早接入 对对对 我觉得有一个 线下信息的同步化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线下很多 这个证那个证 根本信息没有统一 包括你的一个户口本 都可能跟你的身份证的信息 是不相匹配的 对有可能 你的特别是住址这一块 身份证上的信息 是不容易改变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到网上 能够实现多大的这个同步性 数据能多大互通 这个我是不乐观的 而且好 这个不同的证件 可能承包给的 发包给的是不同的平台 或者商家去开发去研发 到时候就是左一个APP 又一个真无APP 目前就是这种情况呀 一个这个医院看病 可能我支付宝上一个 我微信上一个 还有各种各样的 好多APP都能够去做 同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线下先走 然后线上再进行完成 好 看见大家最期望的是 驾驶证早点 对 那驾驶证 我是真的被扣过